新疆是很多旅行者都向往的地方 它不仅能让我们领略到 各种海拔地貌的奇异风光 还能感受到独特的西域文化 但新疆是我国最大的省 面积高达163万平方公里 比整个东北还要大 因此很多人因为时间或经费等等原因 无法清理或全面体验新疆而遗憾 我曾经多次走进新疆拍摄 基本上走遍了大部分地区 可以说比较全面地记录了 新疆的人文风景和时间的变化 大家不妨可以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游历新疆 我们通常以天山为界 把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 北疆的地理风光更为显著 交通更方便 经济更发达 通俗的讲就是汉化更多 而南疆正相反 保留的民族风情 传统手工艺和风味美食 更具有新疆风格 所以大家会说 不到南疆的喀什 就不算来过新疆 紧接上集 今天我们就讲喀什 它是古丝绸之路上 延存2000多年 最具有新疆特色的历史名称 如今的喀什老城面貌一新 还是五味景区 像云南丽江或成都宽在巷子一样热闹 而我今天要带大家去看的 是18年前的喀什老城 当时游客很少 还是一个相对原生态的样子 在2006年的5月9号 我们从夜城坐车到达喀什 喀什是南疆最大的城市 因为城市扩容 已经把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夯土建筑 改建成了砖混结构 使老城区越来越小 可能是现在有了一些保护 和开发旅游的意识 才停止了拆旧建新 来到最著名的地标建筑 埃提嘎尔勤真市 它是一个具有荣誉民族风格 和宗教特色的古建筑群 是维吾尔古建筑艺术的典范 始建于1442年 占地总面积为1.68万平方米 是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市 当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埃提嘎尔勤真市 并没有对外开放 我们只能在外面 围观它宏伟的气势 卡士还有很多大小不同的清真市 到某个时间 就会传来唱金的声音 我不懂是什么升学原理 也看不出有高音喇叭 却有如此的穿透力 几条街都能听到 就连唱金的人都要捂住耳朵 这似乎有点违背能量守恒定律 我对任何宗教都不懂 随便看看也不研究 新疆人热爱生活非常浪漫 他们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依然追求精神的满足 生产生活用具都必有雕琢 像一件件艺术品 乐器店里的乐器造型各异 琳琅满目 显然新疆人比我们汉族人要文艺得多 唱歌跳舞是新疆人成本最低的娱乐方式 可能是多数人都有信仰或思想传统 他们的娱乐都很健康愉悦 正向积极 在后来的几年 我有了录像设备 也录制了很多新疆民间的歌舞 这个以后再说 总之 在很多生活细节上 都能看到新疆人在骨子里的浪漫 记得小时候 我在家门口摆过凉水潭 一分钱一杯的糖精凉开水 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记得这个时期 没想到我在喀什 还能看到卖凉水的摊子 怎么说也算曾经的同行 就多关注了一些 他们的凉水潭配置很高端 有形状美观的玻璃瓶装水 还有冰砖降温 摊位的装饰也很讲究 另外还有音响电视 供消费者休闲 好比新疆版的星巴克 喀什的工业化程度低 主要是农业 畜牧业和小商业支撑经济 手工艺都是代代传承 循环不息 看那间商铺里 每个制作者 都在日复一日地打磨每一件商品 才能在同行竞争中脱颖而出 每个微小的生意 都必须做到一事不够 才有生存的空间 唯有天真活泼的小朋友 欢乐地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之中 跟我们的童年一样 家长根本管不过来 自由放养 自由长大 这些孩子会有更多属于自己的记忆 而我们如今的下一代 好像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从小就背上了不能输的包袱 圈养在幸福的牢笼里 活蹦乱跳 则会被定义为多动症患者 看到这个小姑娘推着自行车 慢悠悠地走在寂静的小巷里 在思考着什么 本来这是一个相当平常的画面 但我对这张照片却意犹未尽 能联想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某些场景气氛 却无法形容这种感觉 它好像包含了所有青春年少时的憧憬与烦恼 新疆人与我走过的其他地方的人不同 他们的思想更保守 或许是不太了解外界 还有些语言上的隔阂 性格比较泪敛 不会主动跟陌生人搭讪 尽管我很清楚新疆人的善良好客 也比较谨慎 不想贸然走进某个家庭 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无论跟当地人更多接触 算是有点小遗憾 我只能像一个隐形人一样游走在街巷里 但这也是一种互不打扰的自由 可以沉浸在自己的节奏中 观察思考和拍摄 哈斯老城是被时间雕刻而成的 只有深入这些古老的街巷 慢慢走细细品 你才能体会这种静谧之中的岁月疏梭 老城里有一种特殊的安宁 它的一街一巷都历尽苍商 每个痕迹都积淀了一代又一代人的 糟糟糕糕糕 和那些在时间场合里幽远的故事 我说我的股票是让一顺的 我说我的股票是让一帮着 当地发长青山巷里的股票是让一帮人一帮我 遍尽若是让一项的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